受方祝福 劝欲其果真实 参离阿弥陀佛 施主正事 尊佛开示 王仪极乐世界 尊从自己的本思佛 在我们这个世界本思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劝我们 有没有命令我们 去参离阿弥陀佛 有啊 这本书就是的 跟我们讲无量寿经 讲观无量寿经 讲阿弥陀佛经 这三经是专门劝欲我们 去参离阿弥陀佛 在一般讲经 附带圈于我们的 大概有两百多种 所以古人说 千经万论 处处知归 直到我们 归于西方极乐世界 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 这样对待我们 一切祝福在他的世界 都跟释迦牟尼佛一样 教导 教导 那个世界的众生 菩萨 声闻 天人 大众 都是劝他们 求生 西方 极乐世界 清静 阿弥陀佛 我们听懂了 真正相信 真正发心 真正求生 报 释迦牟尼佛的恩 这叫尊师 忠道 如其不然 那对老师不尊重 那就是 不孝父母 不敬老师 你想到极乐世界 佛不会来接引你 为什么 西方世界 找不到一个 是不孝父母 不敬死场的人 一个找不到 都市 孝亲 尊师 孝亲 我们要做到 我们要提倡 我们在很多地方 因为现在 讲经都在摄影棚 我们摄影棚 都挂 父母 老师的照片 讲经之行 心理 讲经之后 经历 念念 不忘本 念念要想到 极乐世界人 都是大小 也是孝敬 成就的 极乐世界 一真 壮严 你细细去读 四十八月 每一月 它的根 就是孝敬 离开孝敬 事处事发 都不能建立 都不能成就 我 都不能建立